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跟你們分享這個月的愛用品 那從底妝部分先開始 這個是之前CRC的那個購物開箱裡面 我買的東西這個是 這個是Eve Perl的粉底膏 我買的色號是LIGHT 它這個粉底膏很有趣 它打開來之後有兩個顏色,一淺一深 那我的膚色啊,借在之間 可是跟這個淺色很接近很接近了 那我自己使用的時候啊 我會先用這個淺色 然後用刷具上在臉上比較突出的地方 譬如說臉頰起來啦,體字啦,下巴啦 這些需要比較明亮的地方 然後用濕的海綿把它輕輕的彈開之後 會用這個比較深的顏色 這個顏色它算是偏暖一點的顏色 然後我會上在臉比較外圍的地方 讓臉比較有立體感 然後鼻底的地方我會上一些 讓我的鼻子看起來短一點 那如果你的鼻子沒有那麼長的話 其實上在兩邊也會有一點修飾的效果 那這個底妝啊,除了就是讓你在底妝的時候 就可以有製造一些立體感之外 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它這個質地啊 非常非常的軟 就是奶油感很軟很軟 然後非常的貼皮膚 如果我用濕的海綿啊,輕輕彈 那個光澤就非常的漂亮,然後非常的貼 那這個是適合乾肌的 我用這個底妝的話 如果我妝前上的產品非常的清爽 沒有上什麼很油膩的乳霜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啊,我可能就是薄薄的蜜粉定妝 甚至不太需要定妝也可以 那如果我妝前上比較滋潤的防曬,滋潤的乳霜 那用這個底膏的話呢,就是用蜜粉鋪來上一些蜜粉 所以如果你是油肌的話,這個就不推薦 如果你是中性的話,可能蜜粉上的量大一點就可以 那這個東西它上了妝之後 出油之後就是奶油感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潤的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底妝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譬如說現在快要夏天啦,那我的膚色如果慢慢變深一點 或是到冬天膚色變淺一點 其實這個底妝就可以很自由的調出我的膚色 忘了講這個產品底下有附一個 這個叫什麼粉鋪喔,海綿 它摸起來是非常的軟 可是因為它太薄了 薄的不得了,薄的大概是比鞋墊還薄吧 所以其實我都沒有再用這個 我還是習慣用自己的海綿或刷具 再來要分享超級棒的遮瑕 超好用的遮瑕 就是這個Ben Nye的遮瑕筆 我買了三個顏色 一個是帶綠色調的 是可以修正泛紅 是譬如說鼻液啦 或者是因為它是筆狀的嘛 遮些小痘痘也非常的適合 然後比較帶蜜桃色調 這個是用來遮黑眼圈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個是比較符合我膚色的顏色 就是如果不是很嚴重的瑕疵 不需要用到膠色的話 任何瑕疵我都可以用這個來遮 那這個遮瑕它除了用起來很方便之外 其實我通常會覺得說 底妝的遮瑕是不是比較乾 其實不會它還是很滋潤 而且我上了之後 其實用輕拍輕彈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就是很均勻的帶開 不需要推來推去 因為它的質地啊 真的是還蠻好推的 而且它不是那種超級軟的 那種碰到粉就會結塊的那種質地 所以就算我妝上了之後 如果補妝的時候啊 在一些小局部 稍微加一點點輕輕拍開 也不會結塊 所以補妝用也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已經壓了很多的蜜粉 然後大面積的塗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還是會結塊 可是如果是小巧的補妝 然後臉上其實並沒有很多蜜粉的話 用這個補妝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常常會用這個帶綠色這個 譬如說擦了唇膏之後啊 如果嘴唇周圍有一點泛紅 就是會髒髒的感覺 我就會用帶綠色這個稍微修飾一下 那如果嘴唇周圍是 不是泛紅就是一般的暗沉的話 我就會用所有膚色這個遮下來 稍微修飾一下唇膏 這樣擦唇膏就會非常的好看 那再來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腮紅 我超級愛用這個CINA的這個腮紅盤 它是雙狀的腮紅 它其實是說眼睛、臉頰還有嘴唇都可以用 可是如果嘴唇要用的話 除非你擦很多的護唇膏 然後這個只上一點點把它推開 有點跟護唇膏融合在一起 可能就還好 如果把它當成一般的唇膏 上到飽和的話 我就會覺得有一點乾 所以它還是適合當腮紅 它如果當腮紅的話 不會很油滑 所以不會把你的底妝弄花掉 你就是推在手背上面之後啊 手上剩下一點點輕輕拍在臉上 那個效果非常好非常貼 而且這裡面十個顏色 我都超級喜歡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像這種什麼 欸比較玫瑰棕色的啦 比較裸的顏色啦 然後也有這種很粉嫩的粉色蜜桃色 然後有這個紫色推開也是超粉嫩 然後有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旁邊這個很淺很淺的粉色啊 它其實上在臉上不太有什麼妝感 可是就可以讓你的臉頰看起來很膨 你在上面再上其他的腮紅啊 效果也會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推薦 再來呢要分享的是眼影 那第一個要講的這個呢是公關品 因為之前Terry直播的時候 有說他愛用的東西是公關品有沒有關係 然後大家說沒有關係 只要有說明這個是公關品就好 所以接下來我可能如果我有什麼公關品 是我愛用的 我就會把它拿出來跟你們分享 可是我都會註明說這個是公關品 好註解到這邊 對這個是公關品 這個是NARS的 Summer Lights Palette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裡面 有一個超級大鏡子 然後呢有四個 它是說眼影 然後底下兩個 一個是打亮 然後一個是Bronzer 那其實打亮和Bronzer 我也都會把它當成眼影來用 那這一盤呢它的質地啊 超棒 我只能說超棒 它就是它的光澤是那種 很很細很細的絲段光的那種 沒有顆粒感 不是那種亮片珠光 它就是一層絲段一樣的感覺 然後最優秀的地方就是 超級好暈染 就是我示範的妝容的時候啊 我用的刷具其實是我蠻不喜歡用的刷具 我覺得沒有很順手 可是畫這一盤眼影啊 我用我沒有很順手的暈染刷 我都可以畫的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真的是質地超棒 而且非常非常的服貼 就是好像跟皮膚融合在一起一樣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優秀 那如果硬要說缺點的話呢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它的這個打亮色 如果你皮膚很白 這個打亮色對你來說 就真的不夠淺 我覺得以我的膚色來說啊 我現在用這個打亮色 是蠻緊繃的 如果你比我再更白啊 這個顏色對你來說 它可能就是 會有一點那種 怎麼講 一點棕灰的感覺 它就不夠淺 然後另外一個缺點呢 就是它這個盒子 超級難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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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 就是放在我的抽屜裡 我都這樣子 我都沒有把它關起來 它這個卡榫 就是真難打開 因為我指甲現在有一點長 所以它就變成我手沒有辦法去摳 然後有時候指甲都會快要斷掉 或是有點快瘀青的感覺 所以這真的超級難打開 這真的很緊 我都叫它大力士眼影盤 就是大力士才可以打開眼影盤 所以 好啦 這是我個人的小抱怨 再來要分享的呢 是品質超級棒的單色眼影 算是我最近挖掘到的鑽石寶藏 這真的是品質非常的好 這個是 我現在把它裝在 MECA FOREVER這個鐵盤裡面 它其實是單色的眼影 然後 給你們看我買了9個 它其實有很多顏色 我買了9個 我忘記講這種 我不好意思 因為它其實要跟你們分享 這個是COSE的單色眼影 然後 我買了3個霧面的 3個它算是珠光的 還有3個是亮片的 這個品質 這3種質地的品質都超級棒 就是超棒 非常的推薦 如果你對任何顏色有興趣 就是可以下手買 它 它我先講這個霧面的顏色 很顯色 然後 非常的容易暈染 非常的容易使用 然後我買的這個 比較帶橘的 或帶鮭魚粉 拿來當腮紅用 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比較 灰棕色的 這個有一點卡其色調 這個拿來做修容也可以 因為它是比較冷色調的 那這3個珠光色啊 光澤非常的細緻漂亮 它跟NARS剛剛那個不一樣 NARS是那種絲緞王的 這個就是很高調的珠光 然後就是一層光非常的亮 然後邊界也很容易暈染開來 因為像有的珠光啊 就是很亮 可是你刷具可能不好沾 這個沒有這個問題 你刷具就是很好沾 很好上色 也非常好暈染 是很優秀的珠光眼影 然後再來有3個也很亮 然後我本來就是收到的時候 我想說 這6個是有什麼不同 這上面3個很亮 這個是亮片色 那它這個亮片呢 我有試在眼睛上面 就是可以讓你的眼妝啊 因為它非常的閃 非常的高調 就是很適合去各種特殊的活動啊 派對啊 它就是那種顆粒更明顯的亮片 然後它的底色啊 就沒有底下這個珠光色 那個底色這麼的 這麼 我講什麼東西 然後它的這個亮片色是 底色比較大一點 然後它主要是那種閃亮閃耀的感覺 然後它跟它那個珠光色很不一樣 它珠光眼影啊 是底色很明顯的 就是它有一層顏色的 然後這個亮片啊 就很適合 如果你底下有底色 就是你上了某一個顏色之後 上面壓亮片上去 就會可以很歐美 很誇張很明顯 那如果你底色是很清淡的 然後你壓一些這個亮片色上去 就會那種很日韓的亮片眼影的感覺 所以它這 這 這系列 這3個系列 霧面珠光亮片色眼影啊 都超級棒 真是超級棒 之前那個什麼 在IG直播化妝的時候啊 我就有用他們的這個眼影 非常非常優秀 那天的眼妝我就超級滿意 而且它這個顏色都非常服貼 像這個亮片啊珠光啊 我上在眼睛上面之後 我也不會說一天下來 都全部都掉到臉上來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推薦的眼影 那再來要分享的是假睫毛 我很少在愛用品裡面分享假睫毛 因為我帶的假睫毛型號就是固定的 我很少喜歡別的型號別的款式 因為我的眼睛呢 就是眉眼距非常的近 所以假睫毛只要太長 就是會插到 就眼睛張開就插到眉毛 非常的誇張非常的難看 所以我找到我喜歡的款式之後啊 我覺得戴起來很習慣很舒適 我就不太喜歡換了 但是呢 我找到我就是也覺得很不錯的假睫毛了 所以放在這個月愛用品跟你們分享 它是前短後長的款式 而且它的長度啊 是我覺得非常適中的 就是我戴起來不會有一直插眉毛的效果 這個是我戴起來非常的適中 然後也很舒服的 那這個它的咖啡色呢 我覺得很不錯 它的這個咖啡色是 應該說它叫做眉那麼黑 它並不是那種很紅色調很黃色調 一看就是咖啡色的那一種 它就只是眉那麼黑 它雖然是咖啡色但它就是 我覺得它是黑色跟咖啡色的毛混邊的那一種那一種咖啡色 並不是很怪異的咖啡色 所以它戴在眼睛上呢 如果是太淺太怪異的咖啡色 它戴上去之後會搶走你眼妝的效果 而且甚至沒有收斂加重眼妝的那種效果 可是因為它的咖啡色呢是很好的很適合各種眼妝來戴 不會去影響你的配色的 然後又不會讓你的眼睛因為戴了假睫毛之後 看起來好像很很重很強烈的那種效果 就是黑黑的很多毛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最近覺得很棒愛用的假睫毛 然後舒適度也非常的不錯 它的梗我覺得也還蠻軟的 然後不會很容易說你不小心凹到它那邊就有一個直角 所以它的彈性啊梗的那個順的程度 柔軟度什麼我都覺得還蠻剛好的 的感覺 那種的靈魂 在一起的感覺 對它們的眼睛 它們會不會有什麼的 就是你會不會有膽的 還會不會有什麼的 它們沒有什麼的 那種的靈魂 那種的靈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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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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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